大家好,我是小虎,订阅频道,一起掌球,签约达成,恭喜勇士,四换二交易大颇大力,为了库里冲冠,放手一搏。 2022-23赛季,勇士队的球员工资加超级奢侈税,全联盟最高,但是勇士队季后赛只不第二轮,并没有取得优秀的成绩,勇士队老板乔拉科布并没有生气,而且还准备追加阵容投资。 勇士跟队记者报道,球队新赛季不会通过交易减少资金投入,球队预计通过交易和签约进一步提升阵容实力,勇士老板乔拉科布的目标仍然是冲击总冠军,不得不说,库里真的遇上了一位好老板,这是真舍得花钱打造阵容,签约达成,恭喜勇士,四换二交易大颇大力,为了库里冲冠,放手一搏。 勇士队官方宣布一个好消息,球队已经和麦克·邓利维达成签约协议,后者将接替麦尔斯,成为球队新任总经理。 邓利维已经在勇士队管理层工作五年多,他五年内完成三连跳,从助理到运营副总裁,再度如今名正言顺的总经理,勇士队老板乔拉科布,对邓利维非常有信心,库里和科尔等人与邓利维的关系也非常好,签约达成,确实好新总经理。 勇士队接下来要开始做交易和签约的计划了。 NBA名记Spares报道,虽然勇士队并没有急于交易送走乔丹普尔,但是勇士队最近已经接到了一些关于乔丹普尔和库明家的交易巡价电话。 乔丹普尔本赛季常规赛场均贡献20.4分加2.7篮板加4.5助攻的数据,但是他季后赛场均只有10.3分加2.2篮板加3.5助攻,普尔为何季后赛打得如此之差? 一方面,普尔索要求全畏果,他有点消极代工的态度。 另一方面,普尔季后赛打印仗的实力不够强,防守针对就会露线。 乔丹普尔自年1.4亿美金的顶薪合同将从下赛季开始,下赛季他年薪2800万美金。 库明家有点冤,有点凄惨,库明家上赛季跟随勇士队夺冠,季后赛进步很多。 本赛季,库明家常规赛场均出战18.8分钟,贡献9.6分加3.5篮板加1.4助攻,投篮命中率52.9%。 然而,科尔季后赛却弃用库明家,令人想不通。 库明家今年季后赛场均出战只有6分钟比上赛季还少,场均贡献3.4分加1.0篮板加0.5助攻。 打完季后赛,库明家公开表示不满,并且表态如果球队无法给一个首发全职的承诺,他将寻求离队。 勇士球迷认为,库明家抱怨是合理的,科尔没有给库明家足够的机会。 早期用普尔,重用库明家,说不定还能赢。 美眉,STN专家报道,勇士队今夏休赛期应该要做大交易,调整阵容,像太阳队一样,勇于探索一切交易的可能性。 NBA专家的交易方案建议,勇士队用两个手轮签加乔丹普尔加穆迪,去步行者队交易特纳和希尔德。 这次换二的大交易操作,大破大力,可以让勇士队完美调整阵容,补强阵容,送走普尔,可以解决队内部团结,不和睦的因素。 同时换回特纳和希尔德,这两名实力派汉将,能够帮助库里和汤神他们完成独冠的目标。 希尔德在国王队和步行者队都打过替补,他非常适合最佳第六人的位置。 追梦格林与乔丹普尔的冲突事件,队内隔阂无法消除,队内不和睦的氛围,只能通过交易调整阵容而改变。 如果勇士队还是强留普尔在阵容之中,那么库里他们新赛季还是无法夺冠。 强扭的瓜果都不甜,分道扬镳,或许对双方都好,库明家值得留。 勇士队应该给库明家一个全职的承诺,科尔教练组要多给库明家一些出场时间,这样既能威胁追梦格林,乔山震虎,又能让库明家满意。 让库明家得到足够的机会去进步,一举两得,我坚信,勇士对老板会做大破大力的交易,为了库里冲冠而再度放手一搏。 20加10加3,勇士又一人降了一队,抱歉了库里,他确实该拿大合同。 回顾今年季后赛,勇士的表现可谓令人失望,首轮对阵国王,勇士用了7场才获胜,若非库里天神下凡,轰50分,他们肯定是过不了国王这一关的。 到了四轮面对胡人,勇士则是两到四出局,库里竭尽了全力,奈何被身边的队友拖了后腿,就拿G6来举例子。 维金斯拿到6分,普尔7分,汤普森8分,三人组成了顺子,库里真是带不动,最终也是遭遇惨败。 迟入出局,而系列赛结束后,勇士也是遭遇到了一堆问题,该需约谁,该交易谁,管理层焦头烂额。 勇士已经失去了麦尔斯,他也是离队第一人,麦尔斯过去几个赛季都是勇士的总经理,可以说勇士能够创造王朝,麦尔斯功不可没,曾经得到杜兰特就是他的操作。 麦尔斯离队后,邓里维接铁了他的位置,接下来,勇士需要面对如何处理汤普森和追梦格林的问题。 汤普森季后赛的表现我们都看在了眼里,命中率惨不忍睹,防守端也下滑明显,连拉塞尔都防不住。 汤普森的合同将在明年夏天到期,如果勇士提前续约,那么有可能得不偿失,毕竟汤普森很难再回到巅峰了,且汤普森大概率会追求顶星合同,勇士会给忙,追梦格林下赛季拥有球员选项。 据报道称,格林并不想执行,他希望重新续约,显然格林也会争取大合同,勇士陷入了两难,汤普森和格林该如何抉择,而除了他们外,勇士还迎来了一个坏消息。 据最新的报道称,迪文岑佐将拒绝执行下赛季的球员选项,他希望进入自由市场,争取大合同。 勇士又一人降了一队,因为如果执行下赛季的球员选项,那么迪文岑佐的薪水只有470万美元,这肯定是他无法接受的。 另外,如果迪文岑佐跳出合同,勇士与他重新续约,那么也只会给4年2320万美元的合同,其行为540万美元。 同样是迪文岑佐不愿看到的结果,试想一下,2320万美元就想留迪文岑佐4年,这根本不现实。 综合这两点,迪文岑佐会离对追求大合同。 20到21赛季,迪文岑佐跟随雄鹿拿到了总冠军,既然已经有了戒指,所以迪文岑佐对于总冠军的渴望程度并没有那么强烈。 接下来追求大合同在情理之中,但回顾22到23赛季,迪文岑佐发挥非常惊艳,是勇士去年引员的最大惊喜。 比如对战胡人G6,汤普森,维金斯和普尔手感都非常糟糕,而迪文岑佐拿到了16分4篮板,成为库里身边最好的帮手。 在旧式常规赛,迪文岑佐也多次立功,对战老东家雄鹿,他得到了20加10加3的数据,是勇士获胜的最大功臣。 再如对战决击,迪文岑佐曾贡献18分13篮板4助攻,对战森林郎,他拿到了21分8篮板5助攻4抢断,对战马4为22分7篮板5助攻2抢断。 迪文岑佐是攻防一体的球员,进攻端发挥比较稳定,多次在关键时刻命中致命3分球。 防守的,迪文岑佐态度积极,很擅长抢断对手,经常会用强硬的防守帮助勇士逆转比赛。 就拿库里不在的那段时间来说,迪文岑佐不仅能够砍下高分,防守端还各种为普尔擦屁股,给我们的感觉,迪文岑佐什么事都能做,任劳任怨,是争冠球队的良好拼图,勇士失去他,绝对是一大损失。 而迪文岑佐想要一份高于中产的合同,本赛季的中产特例是1220万美元,也就是说,迪文岑佐下份合同的薪水会在1500万美元左右,四年6000万美元应该比较符合他的身价, 而勇士又给不了,迪文岑佐自然想离队,正如前面所说,他有总冠军戒指了,根本就没必要一直拿底线。 对于胡人来说,李福斯已经打出了身价,胡人恐怕留不住他,李福斯的薪水不会少于1800万美元,甚至更高。 那么胡人不妨转移一下目标,如果无法续约李福斯,那么完全可以追求迪文岑佐。 论球员实用性,迪文岑佐其实不比李福斯差,前者的防守更好,胡人为什么会被绝境横扫?原因在于防不住约基奇和穆雷。 胡人别看有一对后卫,可没有能对上穆雷的,如果能够得到迪文岑佐,那么这个问题就将解决。 综上所述,迪文岑佐对于胡人而言是个机会,四年6000万美元,胡人也能够给得起,希望佩林卡出手吧。 若留不住李福斯,那么就争取迪文岑佐。